今天好天啊 雖然很冷 但我們今天是由京都轉去大阪玩 玩了幾天京都,然後到大阪 超大的行李啊 我們準備去乘南海電鐵 轉去大阪 因為我們住這間酒店比較近南海電鐵 近得多於JR 否則JR應該比較方便 再一次會經過這個鴨村 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日式那種河流 這邊兩邊都可以有人跑步 這邊是中間河 現在有一點水退 這條河很日式 旁邊都是垂樓的 但這裡應該不是垂樓,好像沒那麼高 不知道是什麼 但其實我們遲了 這裡你看到什麼都沒有 這邊其實那些全部都是櫻花樹 唉,我們 我們剛巧來 不是早來 其實花季我們種了 但是 因為突然之間天氣反常 冷了就 開不及了 開不及了 明明看Google Map說一個小時下去 現在坐了一個多小時 都是去了一半左右 有時間坐 那些人又覺得很自在 應該真的很慢 總之坐最後,好像快點 日本的地圖就是不一樣 你看看 立體的 你在這裡 我覺得是這麼長的 這是一條河 嘩,很棒 我們去哪裡 這個是...大阪的哪裡 這個是大阪港 那是有什麼呢? 看看上面 這裡 這裡 AIA AIA 這裡有 不是,我們現在是去這個... 水族館 大阪的... 海遊館 叫做 哇,好漂亮啊 大阪摩天輪 外國的藍天白雲就是漂亮 其實我重點是想拍這個東西 但我拍不到 不如我們回答 這裡有LEGO 有LEGO漂亮的東西 為什麼LEGO漂亮 不是在馬來西亞的嗎 這個是Discovery Center 開了一個應該賣玩具給你 對呀,逼死了 我們是買什麼 大人 即是2300日圓 我那邊是14 OK 來了,就是這裡 海遊館 好像不是很大座 進去看看是什麼樣子 原來這邊才是 這邊才是入口 他入場是算QR號的 為什麼你會關門? 好,這樣就沒有了 外面很漂亮 但玻璃有一間間 好像鐵窗邊緣一樣 好漂亮啊 看看這個 這個 是不是平日防止瘡呢 被那屁股佔住的 是嗎 我以為那個洞拿來是什麼 為什麼 不知道 你呢? 有沒有那麼大啊 哈哈哈哈 我們不是去了水族館嗎 你看 還在日本之心 蛤? 這個不是水族館來的嗎 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好像欣賞植物 蛤? 好奇異啊 這隻是什麼 這隻 水賴啊 這隻是水賴嗎 對啊 看它這麼冷 好可愛啊 水賴啊 這隻 這隻已經不可以叫小水賴了 這隻很大隻啊 這隻超巨型的 這隻水賴 為什麼它用阿哥按下的頭 不知道啊 可能它想爬上爬不到 然後又懶得動 是嗎 哈哈 睡著了嗎 不知道啊 它在那裡躺啊 擺盤子 但它好像睡著了 它閉上眼的 那邊那隻也是睡著了 為什麼它睡得那麼趴下呢 不知道啊 為什麼這個水族館這麼有趣呢 保持著都是一些不是水賴的生物 喂 這隻是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寫日文這裡 看完都不知道它寫什麼 它很迷惘啊 我想說這個水族館 我們見到 每一個有語音導航 然後呢 每一個都有一個 類似NDS的符號 我們以為是純粹符號 我剛剛看到有人拿著NVDS的東西 然後真的好像 好像圖鑑一樣 好像小智的圖鑑一樣 好帥啊 這條應該不是魚來的 這條是恐龍來的 應該是 它的頭呢 你看它的頭 它的圖鑑的圖鑑是 這麼特別的 因為不像生物的圖鑑 為什麼在這個 企鵝裙裏面 無緣是一隻無神神的 黑色的 全黑的 那隻是 什麼來的 養過那隻雕 是不是BB來的 這麼大的BB 還有呢 那些都變成了 還有為什麼他們的樓上 是保持著下雪的 這個真正在洗澡 是一隻 那隻 但它又要不停地撥走那些雪 好可愛 它又不想被雪黏著 但它又站在那個下雪位 可能真的要洗澡 但為什麼那隻東西 是不同款式的 只有它一隻 它從哪裡走出來 我沒想過 那隻海豚在那裡喝水啊 為什麼要喝水呢 對呀 對呀 它在水裡面 為什麼要喝水呢 對呀 為什麼它喝水呢 為什麼它要瘋狂 瘋狂水 你看它 究竟為什麼它要幫 珊瑚擦蝦呢 好帥啊 這個 這個沒見過的 看到很多隻蟹 全部都站在那裡 這個是無神神的 整人都是刺著的 尖刺 整人都是尖刺 是不是軟粒粒的 好恐怖啊 好恐怖啊 這裡是很貼近它 你看 這裡不是在玻璃裡面看到它 是真的看到它的 但為什麼它好像很冷陣 為什麼它不是很冷陣 為什麼它很冷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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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它真的會震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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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滑滑滑的 之前沖繩的都是給你摸一下海星的 這裡有鯊魚給你摸 好害怕啊 哇,這個好恐怖啊 這個啊 25周年突展 鯊魚世界 好像很恐怖一樣 你看連這裡連鐵欄都是爛的 妹妹,你怕不怕嗎? 哇,怕了 走了 這個真的要介紹給大家看看 這個真的從來都不懂 這個知不知道為什麼 給你們看一隻真的鯊魚 他說原來鯊魚的牙齒好像剛才那種模型 一排一排 每個星期都會換一排新的牙齒 不知道前面那隻壞了 後面那隻就會立刻噴上來補位 超厲害的 真的一直都不知道 再做一次 下半山